另外近期韓国COVID-19疫情持续严峻 而且最近每天新增的病例数已经高居全球第一 指挥中心宣布 从3月22号临时起 我们会增加韩国航线 的航班落地裁检 那检验检果如果是阳性 就会后送医院集中检疫所或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那检验结果如果阴性 就会接续入境通关的程序 还有在 家里一人一户或是在防疫旅宿完成检疫及裁检的措施 那目前要进行落地裁检的航班 有欧美中东纽澳 印度东南亚航线航班 还有3月22号起新增韩国的航线航班